肖战因庆余年和陈情令而成名 最近完成了郑小龙指导的古装剧《藏海传》的拍摄 现已进入孔生指导的芯片 得显紧致的拍摄阶段 去年他拍摄的金庸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预计年底上映 之后将已曾担任他演技导师的书旗和做芯片 我的答案 肖战将首次饰演反拍角色 引发网友期待 自2019年 与王一博合作陈情令走红后 肖战相继主演了《狼殿下》 余生 《请多指教》和《月谷遥》 以及擦眼的庆余年 巩固了他的顶流地位 吸引了众多导演的青睐 2022年 他首次与王家卫合作拍摄短片 随后在徐克指导的金庸芯片中 再次提升了自己的咖位 紧接着与张静怡合作拍摄《藏海传》 在《藏海传》拍摄期间 肖战为防止入透 每天穿着黑色长款羽绒外套 而在芯片《得险紧致》中 由于天气变热 他改为灰色防风外套配短裤 依然保持低调 最近有两条重要消息曝光 一是中尹集团表示 射雕英雄传 《辖之大者》最快年底或明年上映 二是肖战在完成《得险紧致》后 加以多次入围金马和鸡像奖的导演 射雯紫光合作芯片 我的答案 讲述检察官五眼梅 在案件中面对娱乐压力 最终成功追溯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 肖战在我的答案中 饰演嫌疑犯 这是他出道九年来 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你主角则是金马影后舒奇 两人在2015年的选秀节目 燃烧霸少年中相识 舒奇曾是肖战的导师 如今两人不忘再度合作 令网友期待